感谢以下粉丝的点赞和赞赏,非常感谢 好,我们接着昨天的视频来看下一集 这是第三集,没有看过前两集的朋友 可以去看看前两集 前两集我被他们打得很惨很惨 你看这个地图上面全部是坑坑洼洼 坑坑洼洼,经历了成敦的伤害 然后这个紫色前一集有优势的 但是他想调戏一下我,想玩弄一下我 结果给我稳住了,稳住了以后我们就有机会了 但是这个现在机会还是比较小的 他优势还是比我大的 你看地盘上,看那个卫星就看得到 他那个地盘要比我大一点 我这个地盘比较小,但是他一下两下打不死我 他的坦克不多,你看这个地图上面坑坑洼洼洼 他死了很多坦克,刚才冲我的时候没冲死 然后这个时候他想打我的话的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那个巨炮造上来对吧 但是我捡到基地了,我有三个基地 我造大炮也比较快,我有三个基地造大炮快 他基地好像没我多 然后我们趁他不注意,飘死他一个巨炮 飘死了,这个巨炮不能飘 往快走啊,然后走这里穿上来打他的牛车 先把小岛站住 这个时候这个对手肯定很后悔啊 你后悔不?你调戏我啊 然后我们把巨炮造到山头上 先把他这个巨炮震掉啊 他巨炮要想造上来也没那么容易啊 因为我们有三个基地 现在就是经济不好,我估计他也没什么钱对吧 你看他的坦克也不是很多,跟我差不多 然后我们广快用三星防空车剪箱子 我感觉他剪箱子的速度没我快 但是他的地盘大 他剪的箱子的范围要比我多 然后中间有箱子对吧 中间有箱子,广快把防空车拍到下面去 这期视频呢 打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我打完这局以后呢 我的手都打酸了 真的打酸了 打完这局以后呢,我就广快去吃个饭洗个澡休息一下 这个很长 很长都没有碰到过这么长的局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虽然稳住了 但是要怎么赢呢 一定要先把他的地盘给他打小一点对吧 然后现在地图上没框了 牛车留的没什么用 广快用牛车吸收下这个巨炮的子弹 吸收下巨炮的子弹 先把他这三个巨炮给他飘了 飘死他这三个巨炮,看到没有 飘死巨炮,然后把牛车拖回来 再把他电场拆掉一点 不然的话这个路口被他守住了 我的防空车不能去小岛啊 你看他延伸到小岛来,我又把你巨炮干掉 我有三星的防空车 这个三星的防空车吃了火力的伤害比较高 然后我们在小岛再摆一个大炮 这样的话他就上不来 那坦克跟我差不多冲 谁冲谁吃亏,我冲他的话也比较吃亏了 所以说这个局面呢 只能双方都在剪箱子啊 慢慢剪箱子 然后我发现那个左上角好像还有一点点框啊 当时都没注意 都光顾自己剪箱子了 这个左上角还有一点框呢 广快把牛车拖回去对吧 拖回去到上面踩一点框 然后他延伸巨炮过来了 延伸巨炮过来 因为他要想延伸到我家呀 他必须要先把小岛清了 他不把小岛清了 他延伸不上来啊 我抢修一下看到没有 只要我的巨炮守住了小岛 他的巨炮就照不上来 那个地方他是照不上来的啊 要想照上来 除非是作战模式 照那个力痕 他就可以延伸上来 不然的话他延伸不上来对吧 我只要守住小岛 然后广快把牛车拖到这里踩这个场车框啊 我发现他这个地方没有兵力对吧 没有兵力我们派两个牛车过来 这个牛车等一下采放 先用牛车吸收下子弹 干掉他一两个巨炮 哎 淹掉他一两个巨炮对吧 反正牛车没什么用 先把他的牛车 把他的巨炮干掉四个 干掉四个 然后再打他的维修场 打他的电场啊 打掉一个他就少了一个对吧 然后把牛车拖回去采放了 我现在非常群 他也非常群 然后他他就是想延伸上来呀 不延伸上来他没机会 然后我再摆一个大炮 我两个大炮守在这里 你就照不上来 然后把这个大头兵放出来啊 现在呢 这个防空车里面 就没必要装那个大头兵了 那是我的坦克少 我就装一点大头兵 就可以防守得住 现在他的坦克跟我差不多 我这个防空车呢 就可以把大头兵放出来 放出来等一下挑那个建筑 比较厉害啊 有些粉丝还不知道啊 这个防空车呢 三星的 他装的大头兵 他打建筑很慢 但是打坦克厉害 你要想打建筑快 就要把那个大头兵放出来啊 然后你看他就想延伸过来对吧 但是我的我也有三个基地啊 然后我直接给你震炮 也不让你照上来 在这个小岛呢 再出一个漏人抢修一下 但是没钱呢 你看非常卡钱 他也非常卡钱 你照过来我就震了 大炮震他 搬手修一下对吧 等他打的没血我们就抢球吧 不要光顾着去震炮 光顾着去对炮 也要随时捡箱子对吧 随时切屏捡箱子 你看有箱子广快捡 不然的话经济跟不上 你看他家里有箱子 他都顾不上 捡不过来了 因为打了这里都已经打了快一个小时了 这个手都打酸了对吧 我当时打的时候我手也打酸了 然后现在我看我的巨炮好像对不赢了 对不赢了就一定要冲一波 广快把他这个巨炮拆掉 不然的话他霸占小岛了 他就可以把大炮招上来 我就守不住 然后先打掉他几个巨炮跟电场 他的坦克还是比我多对吧 比我多但是不要慌 我这个坦克是带着防御的 我吃了防御的伤害 这个防御比较高啊 然后我有很多大头兵看到没有 这个大头兵压于压不死 三星的大头兵分岔的电流 坦克先往后面说 等这个大头兵电坦看到没有 你重过来我这个大头兵 然后你巨炮延伸上来不要慌 我们防空车飘他的巨炮 他后面又来的坦克 又来的坦克我有大头兵啊 大头兵屹立不倒往前面冲 扛伤害 然后把家里坦克全部派过来 直接先给他抵消一波 抵消一波 他坦克不多了对吧 坦克不多了 我们继续往前面冲 然后继续飘他的巨炮 打死他的三星防空车 打死防空车再飘掉一个巨炮 你想玩弄我 现在后悔了吧 打不死我的吧 然后这边地方广快拆掉他 拆掉他不要让他延伸的太快 只要他没有抢到小岛 他照不上来 然后我们再飘掉这个巨炮 他捡了几个杂牌军对吧 有这个坦克杀手天旗不行 这个杂牌军还是有点厉害的 先往后面走 现在双方的坦克全部抵消 全部抵消了 你这个建筑被我打掉了很多对吧 你照不上来 你又想照上来的话 他又得花钱了 如果他再去照巨炮 照电厂慢慢延伸上来 又要照坦克 等一下他的坦克就没我多了 然后我们继续剪箱子 所以说打这个混战呢 就是看基本功 看谁剪箱子快 然后兵分两路继续剪箱子 我现在没什么钱 他也没钱 坦克都抵消了 就是看谁剪的快 他家里有个箱子 你看他都顾不上来剪 我去他家里剪一个 哦哟 剪一个箱子 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直接死了一个 死了一个 现在我们要赶快再造一点防空车 这个法国对法国呀 就是看谁三星防空车多 三星防空车多呢 就有这个箱子权 这个剪箱子就不怕他 他出来剪他剪不过我 然后我们再造十个防空车 等下把这十个防空车也练到三星 现在打的这个局面呢 你不要太冲动 也不要太着急 都已经打了这么久 要想赢他的话 还得飞一点轴折 然后我们拖一个基地过来 因为那个左上角有很多框 有很多框还没有踩 还没有踩 我们先拖个基地过去 把那个框给他守住 我守住这个框啊 他也没办法 他坦克没有多 我这个坦克是犀牛坦克 他是小飞行 然后现在非常穷啊 广快剪箱子 又造了十个这个 没有升星的防空车 把他也练到三星 捡那个防御 你看捡那个防御啊 然后家里有箱子呢 就用坦克捡 这个三星的防空车 一定要停在那个左上角 停在左上角 他就上不来 对吧 他上来捡箱子 我就给飘他 而且这个对手呢 他没有捡到输军基地 他如果捡到输军基地呢 他就会造蜘蛛来装我的防空车 如果他造了蜘蛛 我们就造大头兵装的这个防空车里面 他蜘蛛也不行对吧 现在我们广快把牛车全部拖到这里来采矿 你们不要小看这么多框 这么多框也有个几万块钱 等一下把这个框守住 我的经济就会更好转一点 现在他捡箱子的范围还是比我大 你看他又把这个右下角给站住了 这个下面的箱子的感觉要比上面多 然后在这里放个框场对吧 放个框场 现在我有五六个牛车采矿了 采矿 边采矿边捡箱子 来钱就来得快对吧 现在就是看谁捡得快 在下面围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呢也要摆两个巨炮 防止等一下他来打我这个地方对吧 你看这个三星的停在上面他就不敢上来了 然后他又延伸过来了 你看又延伸过来了 想想把这个小岛站住对吧 一旦站住小岛他就可以延伸到我家 这个地方不能给他 我就两个巨炮并排 不要跟他对我两个巨炮并排 并排了以后呢 在那个巨炮底下长个攻击时 等一下打不赢就抢修一下 然后坦克吃了个火力看到没有 我的犀牛坦克吃了个火力 捡了个V3火箭把V3火箭拍过来 然后这里再摆一个矿场 你看我踩了一下矿 我的经济就不会卡钱了对吧 又捡了个墙 然后中间呢 中间也会刷箱子 中间的箱子的比较少 这个箱子的大部分都是刷的这个边上的 但是中间的箱子比较少也要捡一下对吧 我就在中间呢停了一个坦克杀手 等一下中间刷了箱子就用那个坦克杀手去捡 现在就是疯狂的切屏 你看他家里他家里全部是巨炮 他的巨炮是很多 但是我以前也说过光巨炮多坦克少也不行 现在呢你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对吧 后悔不玩弄我这下给我稳住了 现在这个局面呢4,6K 他捡箱子的范围稍微比我大一点 但是我坦克比较多 然后他一看呢我站住的这边框对吧 他就开始分兵了 分兵出了很多坦克来打我这个牛车 我们广快也分一点坦克上去 分一点坦克上去守住 因为这块地盘呢也要守住 不守住的话等一下我捡不到箱子 你看那个卫星他的地盘要比我大 捡箱子的范围呢也要比我大一点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坦克也不少 管快招这个巨炮把这个矿区的守住 守住等下他就上不来 在这里多摆几个巨炮 这个巨炮都摆在这个框里面 他冲的话他也有损伤 而且这个时候他如果送一波坦克 我就敢往下面冲啊 他也不敢送呢我也不敢送对吧 双方的坦克都比较珍贵 然后就用这个三星的 你看我这么多三星他的运气不太好 他没有捡到三星反攻车 我看他那个防空车都没怎么升级 他只造了两个防空车捡箱子 像打的这种中后期啊都是很多巨炮 防空车一定要多造一点啊 没有个十几个防空车捡箱子 你没有十几个三星 等下你进攻也不好进攻 这个防空车呢 进攻可以漂巨炮对吧 捡箱子也比较厉害 然后现在该怎么办呢 打了一个僵局 他不冲我我也不敢冲他 我当时也不敢上对吧 因为好不容易把这个局面呢扭转过来了 如果我去冲他的话 等一下坦克死完了又回到解放前了 所以说再等一点 这个都已经坚持了这么久也不着急 对吧在捡一会儿箱子 我感觉我捡箱子比他快一点点 我们在捡一会儿箱子不着急 要不不出手 一出手呢 就准备把他那个右下角给他拆掉啊 拆掉右下角 等一下我就可以到右下角捡箱子了对吧 然后你看他要打我左上角了 他把这个坦克全部停在左上角 我们造一点雷电车 然后把这个大头兵装到里面啊 他只要坦克多我们就装雷电车 装雷电车等一下好防守 然后这里再摆一个大炮 把这个巨炮呢全部叼个头看到没有 叼个头对吧 然后再把这个吸牛坦克拍上来 现在他想把巨炮走那个左上角照过来啊 这个巨炮呢不要造多了 因为我们造太多巨炮也没用 你造太多巨炮你也打不死他 我们这个巨炮呢就是防守 造个十几个巨炮防守就行了 多余的钱呢全部留着造坦 这样我的坦克就比他多 而且他分了很多坦克到这边来 你看到没有 他分了很多坦克到这边来 要打我这个点 因为不打我这个点 我可以一直捡上面的箱子啊 我看到你的坦克全部到上面去了 对吧 全部到上面去了 我们就走这边冲下来 冲下来准备打他这个点 你看他下面有这么多坦克 但是他这个坦克呢没有多 我这个是犀牛坦克 而且我的坦克吃着防御的啊 然后先把他巨炮拆掉一点 拆掉一点先往后面推啊 他看到我的坦克去打下面了 他这边就冲过来 你看冲过来要打我这个点 但是没有用啊 我有很多巨炮还有雷电车 雷电车先往后面推 你打我的巨炮我就垫你 你追我的雷电车我就走 看到没有雷电车防守相当厉害 一下子就把他的小背熊全部垫死了 然后我们的坦克呢又抵消了一波 又抵消了一波 现在继续剪一下啊 我感觉我的坦克还是比他多 还是比他多 快把这个右下角的地盘给他抢过来 他不敢守你啊 因为你的坦克不多 你家里全部都巨炮 然后我们直接用三星防空车飘巨炮 他要上来防守对吧 上来防守我们就掐住他的头 掐住他的头左右摇摆 我是犀牛坦克不怕他 然后他只能躲到巨炮底下啊 躲到巨炮底下先把他电场全部飘掉 飘掉他抓我防空车 防空车往后面走 然后广快退回去啊 不着急 慢慢慢慢的打 先吃掉他一块地盘 对吧 让他多招点巨炮 招那么多巨炮没有用的 然后我们再把基地拖过来 我准备拖个基地 拖到那个右下角去 因为我们把那个地方打掉了 等一下我们也可以在那里摆大炮 反正我基地多 我有四五个基地 拖个基地 拖到这个地方来 把这个路口给他守住 他的坦克好像还是比我多一点 但是他的坦克是小飞熊 没有吃那个火力跟庄甲的 你这个机炮 把大头边放出来 放出来飘建筑就比较快 然后再飘到电场大头边回收啊 这里有箱子 你看我捡箱子捡着捡着又捡起来了 他捡箱子没有我快 所以说你捡箱子没有我快 基本功不行 你还敢玩弄我 你玩弄我这下后悔了吧 现在你想认真也没用了 我直接大炮照过来 照过来跟他对炮啊 但是我这个对炮呢 我这个地方有一点劣势 因为我的大炮呢 要掉个头对吧 他的大炮不需要掉头啊 大炮也不要照多了 我就是守住这块地盘就行 然后你看他一直照过来对吧 我们直接跟他震炮 哎呦他两个大炮正我 不行 这个对炮呀 感觉太花钱了 我都不敢照那么多巨炮啊 我们还是把这个钱呢 留着照坦克 多照点坦克 然后继续捡这个左上角的箱子 只要把他这个右下角这块地盘 给他拿下 他这个下面的箱子捡不到 等一下他的经济就更没我好了 他只有一个三线反空车 一直飘我的巨炮 先不管他 先捡箱子先捡钱 哎多捡点钱 你看他造了太多的巨炮 导致自己的坦克不多对吧 他的坦克慢慢没我多了 感觉可以上了 然后把这个加拿大炮 把他的坦克全部拍下来 先把队形拿好 拿好了以后呢 先把他这块地盘拆下来 直接往下面冲 看到没有 往下面冲 他只能跑完 他不跑他打不赢我的坦克 只能躲在巨炮底下 躲在巨炮底下 我们直接冲进来 用坦克吸收巨炮的伤害 然后防空车飘他的巨炮 先把他巨炮全部飘掉 然后继续抓他的坦克 不要用坦克打巨炮 就用防空车飘巨炮 坦克就抵消他的坦克 然后再飘掉巨炮 你看这个地盘 他又失守了一块地盘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可以看下一集 下一集是大结局 一会发出来的 一会发出来的